中华电信3G自动转Wi-Fi 5万iPhone用户先享受 为了解决3G行动上网塞车问题 电信龙头中华电信 寄出Wi-Fi分流 首度开发SIM卡自动认证功能 用户拿手机接近全台 3万个中华电信Wi-Fi热点时 上网将自动改以Wi-Fi连线 最快下月起试用 苹果实测 Wi-Fi上传速度 的确比3G快一倍以上 但全台约1000多万行动上网用户 首波只有5万多名iPhone用户可受惠 比率不到0.5% Android手机则实施时程未定 台湾大哥大汉远传都表示 正规划推出类似服务 专家指出 要彻底解决3G上网塞车 仍要靠业者花钱 多设置基地台和热点 Wi-Fi分流算之为末节 甚至要开放4G才是智本之道 觉得速度怎么样 慢都爆 在家里如果要想看电视而已 等到我的头发都白了 太慢的原则上你应该是改进电话 哪是把它取消 那我带送大的电视 赞成有这种配套方案 只是说在配套方案之前 可能就是要确立我们用户 是不是不用额外多缴一些额外的费用 像那种大动运输交通的公车 还有捷运动物 会不会动到出去 问题应该在继续要收费钱 我觉得不信价不合 也不要有移民 出动卖我觉得是设备的问题 而不是塞车问题 政府应该是管束业者 他应该把他的设备做好 然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而不是说一直要让我们消费者 去具处出代价 东新闻 吃不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